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爆发 包揽了几乎是所有的世界大赛的桂冠 而韩国棋手到目前为止还是两手空空 昔日的棋坛霸主到现在是一贯难求 在本届三星车简杯中 中国小将依然延续着青春风暴 四翔战形成了十月 唐伟星和吴光亚三位90后围剿韩国天王李世时的局面 可谓是三英战旅部 不过已经夺回韩国围棋第一人宝座的李世时 近来状态齐下 在先师一局的不利局面下 顶住压力 连班两局 以2比1的比分淘汰了吴光亚 挺进决赛 他决赛的对手是在德比战中 击败了十月的唐伟星 决赛将会在12月份在苏州市进行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赵守勋五段和球单云二段 为我们带来三星车险杯半决赛中的精彩对局 一起来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您讲解第十八届三星车险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半决赛三番棋的最后一局 也就是最后一局决胜局 是由李世时九段对阵吴光亚六段 今年我们是中国棋手囊括了所有的世界关系 到目前来说 所以说要是把这个三星杯再拿下的话 那我们今年就是历史性的一个突破了 就看这盘吴光亚的表现 是的 是的 他第一盘还是赢得挺漂亮的 虽然第二盘被李世时打成了1比1 这盘棋究竟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棋吧 好的 应该说从双方的心理状态来说 吴光亚肯定也是比较放松的 轻松的一方 因为我们还有半决赛另外那哥俩还等着呢 对吧 对 他输了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最后一道关 但是李世时来说 他就是孤军奋战了 没错 三阴战旅部 黑棋挂脚 这个 白棋挂 白棋反挂 二间高家 现在非常流行的下方 对 这个下方很流行 对 那么白棋呢 没有在这一带继续它的定势 比如说是大跳起来 这也是非常多的下方 他直接选择了一个反正 对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个没有继续定势的一个下方 对 这个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这大跳了之后再去这边什么拆盖 这比较常见 或者有人喜欢这样加过来 但是总之呢 这 在下面这半盘啊 是黑棋子力稍稍占优 对 黑棋先下手 发起的这个这场战争 那么 总的来说 白棋 他这种思路还是对了 就回避一下 对 不在你这个优势的这种兵力下跟你作战 是的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 怕如果说在底下接着二肩跳啊之类的 可能会 走入黑棋的一个套子 因为对于布局呢 中国棋手研究的非常深 对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要分析一下双方的心理状态啊 李适时呢 他第一盘的时候输了 因为他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跟乌光亚交过手 在子之前 对 是的 半军在之前 他们两个之间啊 没有交过手 虽然李适时也经常下我们的围甲 但是乌光亚 我印象中 他很少作为主将去出战 对 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没有这个交手的机会的 应该说他对乌光亚不是太熟 不熟 对 其不熟 然后第一盘呢 就输得很惨烈 是 第一盘这个李适时 怎么说呢 就是前面就下崩了 是 绞尽脑汁的去专盘 之后也没成功 那第二盘呢 李适时这个吸取教训 他 比较 可以说比较顺利的吧 拿下了第二盘 我相信他这种 逐渐的对对手的一种了解 是 会影响到他第三盘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制定 对 他肯定会调整自己的气来适应乌光亚的气风 对对对 那乌光亚就不用说了 他对李适时太了解了 对 事先肯定早就想好了 不知道打过几百盘这个李适时的气谱 没错没错 李适时我觉得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他就发现乌光亚的前半盘比较厉害 是吗 他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是他是有所忌惮 怕在对方的这个前面的重拳把他击倒 中刀了 对就怕中刀 对 所以说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就是把齐尽量拖到后半盘 对 拖到中后盘 拖到中后盘 先平稳一些 去来在这个义政胜负吧 而李适时有一个绰号叫做中盘十三段 就是说形容他的这个气风 他李适时有很多绰号 他这个也是很有特点的 就他一到中盘的时候他就变身了 就变身这中盘力量超大 所以说我想他有在布局阶段 故意回避掉对方这个套路的这么一个心理 对 但是黑棋来说他肯定是 你这么下他肯定挺欢迎的 这实际是比较被动的下 这反加了一个 对 不过他这个间距是一个差四 我对于他的这个配置 接下来黑棋要如何进行 也是很迷茫的 但是乌光亚他肯定心理比较有朴 这个下法应该是我记得也是长浩比较喜欢的 就是他很喜欢下白棋 对 然后接下来是有朴的 就是在我们在去 有这么下的 就是说他这也算是一种套路吧 然后白棋小肩 对 黑棋飞一个 对 他这就是说加在这儿松一点 松一点 加在这儿当然也有 就是最紧的 白棋可能是肩出或者靠出 走这个大鞋呢 他也许是担心人家这个肩的 有点讨厌 他觉得那边白棋比如说出去了之后 方向不好 他虎一个长 然后白棋爬出来 对对对 是不是讨厌这个 跳一个 嗯 要再爬一下吗 再爬一下 然后再跳 这样黑棋虽然说 你可以这个一口气 如果不压住的话 这个子就显得特别奇怪 嗯 如果你这个不走的话 就被白棋切出来 这个子就太奇怪了 所以黑棋可能会考虑 就是一口气把它压过来 嗯 在街上 对 那这样我们就发现 白棋这个子位置太好了 这个点太好了 这个点一站 这个点一站 嗯 这就是可以选一下 这两点可以选一下 嗯 黑棋这一根棍儿 就好像没有什么效率 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对 待会儿能不能发挥 还是个疑问 对对对 嗯 这可能是黑棋比较担心 黑棋有点担心 这是一些就是具体手法上的一些选择吧 我估计是 呃 双方在这个局面 肯定是都有自己的理解的 对 所以它在这 白棋小尖 这个都很普通 对 然后小飞一个 对 白棋下的也很稳健 就尖顶 嗯 然后长 对 这局部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定士 老定士 是的 这好像原来日本棋手下的挺多的 对对对 这样的棋 嗯 我印象中啊 这个棋一定是个 下最后一首棋 就是老定士书上 最后一首棋 是要走这个的 跳风一个是吗 对 跳风一个 觉得这部棋很大 确实 这部棋呢 就是接下来 它在这个有点难受了 就白棋在尖的时候 白棋有点难受 你要不走的话 它这个 这个尖一下 说挡还是先手 尖完了 对 挡住 这是一个断头金柜角 对对对 所以是一个近死的棋型 白棋要补棋 这样呢 是把白棋刮得很惨 是 但是这个 就是速度太慢 你看上去是很舒服 但是你花的手术实在太多 而且呢 就是切不住了 它这能不能尖着啊 就算你都走着了 这花的手术太多了 现在的这种围棋的节奏啊 不符 与现在的节奏不符 对 现在要强调要快速 快速展开 对 现在 就是不说围棋啊 整个这个时代都是 是的 都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没错 所以围棋的这个潮流的变化 就是符合时代的变迹 符合时代 围棋是这个世界的缩影嘛 对 所以说都有道理的 现在不是这么慢节奏的时代了 当然 我远也不会下这个了 实际上黑棋肩顶了 他先肩顶这个 也先抢一步 白棋拆二了 再上吧 黑棋就手脚 这个还是印的很规矩的 这样的 接下来呢 白棋就 他可能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 他没有跳在这儿 对 他既然没有跳呢 他觉得你这个地方又拆那么远 有点薄弱的地方 所以白棋就从这儿打入了 下来 对 李诗石的棋就是非常的紧凑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吧 很强烈的一个特点 是的 他很鲜明 这个特点应该说 他每一招棋啊 其实都是在盯着下一手 对 我走这儿 你不走 我怎么办 他是很有这种思想 在他的棋中体现呢 对 就是非常的紧 那如果 普通的棋手来说 他可能就是自己下自己的 但李诗石呢 永远都是盯着你的毛命去下 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没错 这步棋也是 是的 这步棋 我觉得他的意图呢 应该是 接下来如果说你 比如说你敢跳下来 强势的敢跳 那我肯定要考虑把这个藏出来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 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虎 本身虎是一部大棋 那么这部棋藏出来之后呢 在李诗石的眼里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要攻击人家这个字的 对 因为他既然是打了这个嘛 他以后跳出来是一纤味 你得跟着他跳 然后接下来他就想办法怎么 对对对 把攻击你这些字了 我想这是他的一个意图 对 比如说你这不管走哪个 走这个还是走这个 他这个就把这个子再练出来 现在就看你刚才加我的棋 就变成了 反而这子有可能被攻 有可能受攻 这黑棋这个必须得调 不知道受不了 被监处 监处也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他下一手肯定就给你震过来 因为由于这边都有纤味 什么刺啊 鸡啊 黑棋会有点苦 是的 你就算能跑出来 这个白棋是不怕的 将来他这个一身腿 白棋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 所以说他这条棋呢 你说他是打入也好 说是这叫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实际上是标着你的毛病 对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他不甘心去 好像很普通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手脚啊 之类的 其实如果走在这方面的话 也是一部很正常的大场吧 但是他这个呢 更具有攻击性 我觉得 是的 他的棋风就是这样子的 对 他不甘于平庸 对 所以实战下这儿了 这个时候实战 黑棋他当然也是识破意图了 对 然后黑棋呢 下得很坚实 他就把这个护住了 他觉得被白棋藏出来 那不一定好战 白棋当然就脱破了 然后接下来黑棋就脱先了 在这一带 那如果脱过之后 黑棋在这一带要怎么定型呢 接下来 要挖进去吗 以后 不挖进去的话 可能 敢不敢挖 是不是要被你打进去 对 假如白棋挡 好像挡这个 已经把它吃掉了 所以他不敢挖 不太敢挖 你这个要是说 这样打下来的话 这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 这得在很后半盘的时候 才有可能性 是 这个下法一般 不太会这样下 不太会这样 所以这个还不是结 大家注意 这你还不能打结 打结被人家这个一掐脖 就掐死了 这个这块棋 你看起来棋了 咱人家把 从外面一秒吃 就把你吃了 现在 它就沾上 就沾底下 气不够 黑棋 对 这个是 很有意思 所以说 白棋 从理论上来说 这已经没有问题了 这头锅已经很厚了 对 那如果说黑棋 也不能挖进去的话 也就是 没起下 也没什么好下的 就长了 长了弄过来 大概就这样 对 实战黑棋脱线了 实战就只有脱线了 对 这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 李诗石 他的确 下得非常粉 是的 因为我们平时 对李诗石的了解 它一般是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 可能会发生作战的 这么一个机会 对 它肯定是会弄进来的 加进来 对 加进来之后 黑棋这三个子 也挺重的 是 这个也很苦 其实这就是斗力了 这个你说谁好 我们都说不清楚 黑棋可能跳出来 这是一个作战 总之呢 这就是根据自己的棋风 和当时的一种 一种心情 心境 来决定这个下法 骑手下在这个 琴盘上的每一招棋 其实都是他自己 内心的一个思想的 一种体现 没错 只要你能看得懂 你就能看得懂 随着你的水平的提高 和看齐越来越多 对他们越来越了解 你会看到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 对 其实就是他当时 怎么想的 是 他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 对吧 这很有意思 我们看就算同一个棋手 他在不同的时期 或者说甚至是 他隔两天 他的选择都不一样 这也跟他的心情 和对 就是当时的一个理解 有关系 对 理事实 我觉得从他这招棋 能看出来 他这盘棋 还是有充分的准备 对 他有这个战略在里面 能体现出来 而且因为他第二盘的时候 赢得比较顺利 所以他今天这盘棋 可能下的时候 会比较自信 因为第三盘棋 按照惯例来说 第一盘下完了 第二天是休息 第三天下第二盘 然后第三盘棋 就是第四天 是接着下的 对 就这盘棋之间 和第二盘是没有休息日 对 是的 这两盘接着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 掐到第三盘的时候 就是第二盘获胜的选手 对 就是他后来居上的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是这样说的 对 因为他心理上占优 我想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看 其他的这个体育项目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对 我们叫番棋 那像NBA他们就是 就是打了7场的 这个结合赛都是7场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一般都是后来居上的 比如说3比3平的时候 就谁赢的第六场 基本上他就会连赢 因为他气势上已经 占有一定的优势了 没错 他很自信 是的 所以李志实 我觉得他这盘棋 他可能是 也是他的经验吧 可以这样讲 他大赛经验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时候 他就是很沉稳 对 就把局面拖到后半盘 他非常有信心 是 这样的话 对手容易着急 就是你越沉稳的时候 就反过来 对手容易着急 他觉得奇怪了 李志实 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小巫 我觉得 乌安亚他肯定 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那肯定了 对 那李志实的棋 不太好找了 真是 对 他挂的时候 肯定就想好了 你这怎么加 我怎么应对你 结果人家淡淡的想飞 他看有点不会 然后他就大飞拆回来了 对 很正常 是 接下来这部棋 这下得不太像李志实的情况 对 很难预料 因为刚才我们还在这摆说 这个棋 黑棋能不能袜进去 假如说它袜进去 能成立 比如说人家打底下 那它接上 你确实有点难受 稍微 但是袜进去 你把它吃了的话 对 那这个袜既然不能成立 接下来这个 虎在这 就稍微觉得 是不是太厚实了一点 对 这条棋 说实话 有点不好理解 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呢 我是有点不理解 说实话 对 因为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就是分析 他这个棋的逻辑性 就是敌人没有办法去下的地方 对吧 我们就不着急去下 他都没法下 那我着什么棋 早晚是我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再分析一下局面 这个局面 这个地方黑棋非常的结实 可以说是 你这还送了一个 它这是一个虎 虎上来的棋型 它非常的结实 虎加拆二 对吧 这边很结实 那这边呢 其实 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手段 这个打入就是 属于慢一拍 慢一拍 这人家没什么用 这人家先拆过来了 你再打入 刚才好好机会 你不加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打入也不厉害 黑棋相对来说 也很结实 坚固 那么这条棋 我们刚才对自己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条棋呢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不着急的 但是它是理事实下的 我们就觉得还是分析分析 它肯定也有它的道理 对 我觉得它有点像 先把拳头缩回来 然后等着跟你作战的时候 再伸住 伸得更远 打得更快 我觉得这条棋更多的 可能是它心理层面的 就是从它这个分头开始 是 再加这个小飞 再加这个虎 我觉得这三招棋 这布局三招棋 能体现出它的一种心理状态 对 它下得很厚 很慢 对 非常地淡然 应该说是 它很自信 是的 而且下到后半盘 它就觉得没有问题 是 你这样理解 就是这部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比较常用的就排除这种情况 比如说 左边和右边 人家都比较薄的情况下 但是你不知道应该打哪边 或者说你不虎这个呢 你可能觉得直接打进去作战 不太有利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自己把自己补墙是很常见的 因为左边和右边 必得其一嘛 它补了一边 你可以打另外一边 对 这样的时候 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但现在这个情况 虎 我们还是有些疑问的 对 这条棋 我 我个人认为 这条棋 就是绝对不能是说是好棋 他称不上好棋 那个在现在布局阶段 你这下了一招 速度这么慢的棋 而且又 人家没其下的地方 你走了一手 对吧 肯定不是好棋 那么 只能说 它是李士时的一种 当时的一种心态 我们看实战吧 黑棋现在飞了这个 白棋X2 虽然很悠然 我觉得 就是好像 我觉得他 这完全不是李士时的棋风 李士时是一种什么棋 就是他是 很拼的一种棋 他一般下的很薄 对 他把棋下的很薄 但是他属于那种 有能力 薄棋供后式的那种选手 对 他自己下的很薄 但是他觉得你到处都是毛病 这是李士时 这盘棋就好像是 任人摆布那种感觉 你想怎么样 对吧 你想加我 我就给你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拆个边 对吧 你想飞我也不要了 我自己去拆X2 按说李士 这为什么不逼住他 对吧 这是李士时的棋 他就是 你想怎么样 全都由你去选 我认了 就这种感觉 这个 比较反常 比较反常 但是我觉得 乌光亚反而不会了 肯定是被他搞晕了 这是什么 我是做梦的吗 就对手 黑棋小剑一个 在那 你看白棋 X2 继续X2 继续X2 先摆俩X2在这 对 然后黑棋 歼33 白棋一眼X2 又摆俩X2 这两个X2呢 就虽然是很坚实的气息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这个木数会比较少 这样一来的话 白棋全盘能看得到最大的木数 就是这块了 对 那两个X2 数出来 撑死了这十木 十木多一点 对 这部局 我个人觉得 还是黑棋成功了 对 我觉得还是黑棋不错 我是这样判断的 这个时候呢 假设啊 我们现在轮黑一下 假设我们走一个这个 小间 对 这种棋 木数不小 但是不着急 不着急 这不是棋盘上最大的地方 这是肯定的 对 但就算我们先走这个 这时候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势 白棋这块棋呢 大概跟黑棋这块棋 是一个抵消的一个状态 差不多 我们看就 如果从中间 这是分界线的话 是吧 双方一人隔着它 这个隔江相望 双方很友好 对 谁也不抢谁的 这个数数木 应该也是差不多 这两块棋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那接下来 咱们就是比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白棋 十 二十 我很当当的两个拆二 为出二十木棋 对不对 这个白棋的效率 应该说是很一般的 很普通 很一般 那黑棋呢 这个角 这个角如果数得 稍满一点 这个角就是十五目了 就这一个角就是十五目了 那这边的价值呢 应该说它是二十目朝上 就黑棋这条边 应该二十目朝上 这条边应该就理论上 就敌你这两块 那我这个角式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这单从木树来说 对 那还有厚薄的问题 因为白棋比较慢 它这个地方又虎了一个 对 它这个很厚 对 有些地方还是要欠一点的 对 不过我就是说 简单的从效率分析 如果这两块抵消的话 那么你看 你的所有棋子都在拆二 我的所有棋子 都舒舒服服地站脚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双方效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棋黑棋 布局应该是成功了 没有不满 但是接下来该怎么下 这就不好说了 就是你只是站到了 布局的一点点先机而已 没错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 人家里是达到他的意图了 这个时候我相信 双方吧 心情应该都不错 对 黑棋接下来走这儿了 在这大飞一个 他这个 这张棋是我觉得 让我猜 如果猜下一 竟猜下一手的话 你肯定猜不到这儿 对 你给我多少个节目 我也猜不到这儿 这打死也想不着 他会走这儿 因为走这儿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 有点防人家打入的意思 不然的话 他可能不太会走这个 比如说直接抢梦之类的 先甭管他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招棋的棋感 就别扭 肯定是 这招棋我敢说 他肯定是一招问题手 对 别管是谁 世界四强下的 还是这个 是吧 我们新生代的这个翘楚 你不管你是谁 但这下出这招棋 肯定是不对的 这招棋呢 就有点像是 我觉得 如果没看过棋谱的话 我会觉得次去错了 就是次去是 可能是黑棋先跳 先有这个棋型的 然后白棋再打入 不是这样的 对 某些特定情况下 白棋打入 黑棋不敢分断了 然后白棋脱过了 就可能是这样下甩的 然后人家再夹一刀补一个 这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黑棋应该说 本身就有点问题了 这样已经有点问题 但如果先下成这样 你再走这个 我觉得这就太奇怪了 实在是 为什么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白棋这条棋 我们就已经质疑它了 是 就很缓这条棋 说实话 但这条棋 你是走在人家 这个铁后的后市上 是想做什么呢 我觉得 你补棋的话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对不对 他这个补棋呢 可能在这个局面下 因为这时候 已经进入到中盘了 对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也比较困惑 像刚才你说的 他小间这个呢 他有点不肯觉得有点缓 可能 他想要走点别的 想要进去一点 所以他实战走了 这个 那么他 接下来这个棋 可能就进入中盘的战斗了 棋会越来越精彩 那么接下来 白棋到底会下些什么 这个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 我们要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 李世世和乌光亚的精彩对局 刚才呢 黑棋 最后一首 我们给大家讲解到 黑棋在这儿 走了一个 刚才你说的 对他这部棋 不太理解 这条棋 不太理解 这条棋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觉得这条棋 不是他的水平 可能乌光亚他这时候 就是下到第三盘 他又有一种渴望 对 然后又有一种 又想法 对 又想法了 对 他可能是有点紧张了 我觉得 这条棋 他有可能跟着人家节奏走了 这是棋手最忌讳的 就是你对面做一个 你很仰视的 就是说 你很崇拜的一个棋手 我相信李世世 可能是乌光亚比较崇拜的棋手 那这时候呢 他来了一阵 然后你可能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你内心 由于对他的一种认同 对吧 你就产生了一种 对他的这个棋的一种认同 他下哪一招 你可能都觉得有点道理 那李世世下这个 他肯定觉得虚啊 他心里有点虚 他是不是盯着打入我呢 对 他想干什么 那我还是跟他走一个吧 他可能有这种心态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 就是说明他没有自信了 对 我觉得从这条棋 我能够 感觉到 嗅到一丝这种气息 就是他 李世世太沉稳了 他的这种沉稳 反而无关 有点反常 对 举手 手足不错了 他不会了 就是真的是不会了 你要李世世跟他 一上来站起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就是心态也很有意思 要我觉得这个李世世太老道了 对 他这种大赛经验 太起作用了 没错 是这样的 这条棋 我觉得即使要补的话 比如说走这个 也比这个好很多 就是走到这边是吧 对 就是你干嘛要离他这么近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会在实战中看出 这条棋的不当之处吧 这个时候李世世走这了 对 这就是双方校长 是 虽然我是很扁平的柴尔 但是他还是有 像中府的一个面的 一个影响力 就看到他这部棋的时候 当初黑棋这个 我就在想 他能不能跳在这之类的 这肯定比他这个好很多 我觉得跳一个 你觉得比他还好一些 好很多 但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要最稳健的补 我觉得补在这 要好很多 这条棋 那离人家厚的地方太近了 对 黑棋尖 白棋长一个 黑棋贴 贴一个 然后他就把这个冲了 打掉了 省得你该要虎出来 理事实也是下俗手的 对 他虽然是高手 该俗的时候也得俗 他不忌讳这个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当时在看直播的时候 就是说在想这个 能不能搬啊 搬的话 会遭到黑棋断吗 他肯定是怕断 怕断 或者说他怕吃这个 吃这个 先吃两下之后 你肯定是 吃这个我只能饭吃 我接上太过分了吧 接上太过分了 你可能是 尝一个 那这个骑形 对 他也许是担心这样 打吃就尝出来是吧 这也是一种作战 没错 这其实就能看出 你这个在这 如果你在这的话 这就不叫作战 就没法跑了 白棋太过分了 这也是 我就想到这的时候 总觉得很遗憾 他为什么下这 特别奇怪 是吧 你能下到这来 但是白棋可能 即使这样 白棋也有担心 所以说他实际上放弃了 这个选择 他以他这种沉稳 搅乱了对方的一个 一个战略的意图 战略的构思 下一招 他要贴这个 白棋往前贴 第二题体现出 李世是他倔强的一面 他虽然很沉稳 但他骨子里面的那些东西 他是改不了的 是的 按说呢 这个棋正常的话 你可以考虎完了 把这补上 就虎一个先手 虎了可以去挡住 对 把这补上 这个是一个比较厚的棋型 对 这没有问题 这样补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 黑棋其实也没法围 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下着棋 白棋这个可以 你得厚的时候 飞过来就行了 他飞这个呢 他围的其实没有白棋 围的大 对 这个白棋挺大的 张起来好多呢 对 而且这个棋型的 黑棋有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 就回头飞 这大身腿一下 这收掉好多目 是 按说他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他一定要贴在这 就是 他这个贴在这也很明显 他就是补这个断点 人家下一招冲断厉害 对 对吧 就补断有很多种方式 我说的是最直接的 有断点我就补 他这个是间接的 他这个有断点的 我把自身加强 我没有直接的补 但是我把自己的这个力量变强 最后我再不怕你跟我作战了 他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你要敢冲断的话 我现在就跟你战斗 你直接冲断肯定是有点过分了 是 无理 这时候 我让他也是 他点这个 是一个手 这条棋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实际 就是趁你这边有弱点的时候 对 他如果这个字有个接应的话 他这个冲断就变得马上就要实现了 对 你可能作战起来白旗 由于他有这个字的接应 对 白旗很难攻住他了 就 或者说他这样也行 他就点了弄过来 点了盖过来 这也是可以的 下招再冲断就厉害了 这个他已经有自己 这两个兄弟已经有援军了 是吧 对 在作战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 但你这个要自己补呢 就 就是还是刚才那种 就是自己补比较难受 你自己补的话 那这条棋就失败了 那还不如刚才就补回来 是这样的道理 确实 就是他这个点 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机考验你一下 白旗反击 白旗他是先拖一个 他 先跳的吧 先跳出来 对 等他挡下去的时候 他再拖的 对 这个可以当然得挡 是 拖一个 这就退 长 然后再扳到那些 这个不要给他利用 对 如果你扳了 赶接上的我就夹住你 正好这个拖呢 防住你这个挖断 然后也防你扳的先手 刚刚好 他可是便宜了 你要是再动的话 走多了 这脚上都不对了 脚上 比如说他这种地方 有紫的话 他夹了打住 这有紫的话 他最起码能跳进去 他可能点脚更厉害 是的 然后黑旗接下来从这冲了 对 黑旗这个 他本意是要走这个 他因为他点之前 就是 点了这个就是想冲断你 因为他直接冲断不成立 所以他先点一下 有个坚硬在冲断你 现在就考验白旗 你敢不敢挡 你敢挡的话 黑旗有可能就要断了 这他敢挡断 这个断很厉害 这断主要 这边味道太多了 对 这边味道太坏了 你一旦被黑旗全跑出去 跟他形成对攻的局面 因为这两个子被断开了 那白旗就一无所获了 对 这地方什么也没走着 对 那打持 比如说黑旗长 他要先贴它一下 对 贴一下 很难受 你反正得印一个 不管你怎么印 你就算摆在这吧 对 这出来就行了 这个拐是绝对先手 所以他气型很好 白旗这个气非常的紧 而且他这个不交换 不管跟你交换 他就随时可以从这边搬下来 他就搁着你不走 让你难受 这难受 这白旗不太好 所以白旗这个挡住有点过分 他又又灵活了 他退 长了 谁说我一定得挡的 对 就看上去黑旗这个冲 白旗损失很大 那其实这边已经都是残子了 对 这边已经不是战斗的重心了 你这点了两手之后 他把这一贴 这张鞋是巨大 他让你这边两个字损进去 虽然从这儿冲进来了 但是这边成空 效果是一样的 对 这时候呢 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选择 这退这个 这个是不同的选择吧 这个地方如果退的话 他搬下来更厉害一点 是的 然后就爬过更厉害 虽然补在这儿呢 就是也是 把这边味道补不干净吧 对 那如果黑旗再搬的话 白旗是不是有可能就不让他爬过 对 再搬的话 白旗 比如说夹住你之类的 就是给你硬来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你这个有可能损了 对 他不敢随便乱走了 对 黑旗搬这个 实际上 然后白旗搬住 黑旗再搬 三字头 对 打一下 接住 这其实就是一个判断 这双方都有损的地方 黑旗这两个两天损了 白旗是这几下 现在变得 就是比较损 对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判断问题 到底谁便宜了 我觉得白旗拖一下很爽 这下便宜非常大 对 拖着以后 将来脚上 好像味道挺浓的 觉得 拖着以后 将来这个点一下 问一下 挺讨厌的 也不知道怎么办 黑旗拐下去的话 比如说那边再被拖一下 挺难受的 这拖一个 基本上 你就只好让他活了 然后去杀他的话 应该是不便宜的 是 实战 白旗活着舞 这个黑旗搬 这个搬 我觉得是 年轻了 这是不是 这肯定要走 跳一个 或者长一个 长一个是不是太重 那就跳了 跳一个好 跳一个好 这个旗 从形式上来说 黑旗是不差的 对 黑旗虽然这条旗 有点问题 但现在你看 这条旗好像也还错 还不错 好也太不错 还不错 反正没了空 有一定价值 但它肯定是不大的 如果这样的话 它肯定也不如这个大的 就是还有点价值 这个旗总的来说 转换 黑旗还是能接受的 这两个子的损失 跟这边的损失相比 差不多 其实就等于白旗跳起来 等于就这样 白旗跳起来了 黑旗点两下 手术上没有亏 你这边交换了一串 总的来说 白旗还是损的挺多的 是 你就相当于 你跳完了之后 就换一手就跳起来了 这边被我 充烂了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没错 这黑旗还是不错 但它实际上走这个 它太要强了 太狠了 太狠了 把白旗逼得 没有退路 白旗不可能说 你搬一个 我还印你一个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对 真把李适时 当成那个病猫了 这人家肯定要断了 对 而且这断了 你看这回家的路 也挺近的 也不是很远的 是 这就其实白旗没有负担 这个战斗 白旗毫无压力 这可惜就很失败 应该说 你看这贴一串之后 把自己 其实这块空 黑旗损了 已经有至少损了 有实木器了 就是你贴了这一串 但它得到什么了 我们很难 很难看到 就黑旗收获在哪 很难看到 那藏在这里之后 接下来黑旗很难下 人家马上面临着 打完了 有跳架 还有打完了 这么打穿过去 你也不知道 应该从外面怎么照射 没法补一下 这个太没劲了 这个被人家头一拐 外面气特别的紧 是 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它还得贴 压一个 白旗先点了 这个太机敏了 这里是实的强项 是 然后又断打 这个时候黑旗就 不太好跑了 假如说它跑的时候 白旗就打算长吗 那就长了 就长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受不了 去加速一下 对 加就突充了 滚成一团 然后就虎下去了 所以你要走的话 大概只能在这儿硬一个 这儿硬的话 被人家一靠 很不舒服 我不回下了 嗯 这硬被人家一靠 你要是拐的话呢 这边将来也有跳 对 总之这个实际上 围不出什么目了 是啊 最重要的是你中腹 如果落后手的话 外面黑旗这块 其实太重了 是的 所以它这个干脆就不跑了 它不硬 没打算跑 但是这个紫被吃掉 木树损失还非常惨重呢 这一间 这我觉得就是 又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 这不叫转换 这干什么呢 就搬一个 对不对 走了一圈 等于还不如不走 我觉得还不如不走 不走人家搬 你可以连搬 这地方能围出点木来 对吧 你不走 比如说我就在这儿 这种地方倾销一个 你搬的时候 我先围出点木来 我现在就往里最笨的 往里跳一跳 白旗也没木 他这一走 走了一下之后 把自己这木全部破光 不仅如此 这个外面这块棋 你说它是一排后市 打个问号 对 它是什么 我们一会就知道 是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他不肯了 他不肯补了 小尖 那黑鞋肯定不能再度过 你度过底下 围不了几木棋 本来就 所以他就飞了一个 他这个也是很要面子的一手 是 我既然都走出来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得发挥一下 自己这排子的作用 你推这个 推这个就是 还是防着你这边弄下来 它现在有个接应了 对 不一样 推一个 当然本身价值巨大 但这招棋 我相信李时时 这时候心情已经非常好 它已经很有把握了 是 它可以把这个退掉 你要跟着我走 它就是也没关系 它很欢迎 那就慢慢下吧 慢慢下 中间这一串 它肯定是得力很大 莫名其妙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觉得还是紧张了 这个顺便的感觉 好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是吗 就正常来说 你只有回去 招棋本身也挺大的 说实话 这本身也有个实际木齐的价值 是 但它这个时候心情 它已经绝对无法容忍 在下这种 就是前后矛盾 太矛盾了 是 夹着人家两边下 这太矛盾了 所以说它走这个 这期已经下到这样 它无论如何也不肯飞 对 飞在这 在这 这样隐约 黑棋这是一排势力 是 有点东西 白气跳起来 这招棋又是双方势力 消长的要点 对 这种就是最好的棋 就是你跟着我围也不是 你这个围围的就太小了 对吧 这个围还没我围的大 你不围呢 那你这个之前在干什么 我们又要划文号了 之前这台子是在干什么 所以这种棋 就是看似平平淡淡的一手 实际上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你要是坐在他对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棋怎么这么难受 然后又使不上劲 这么难下 对 这么难下 对 还不给我机会发力 对啊 你怎么发力啊 他跳在这 没处使力 是 然后黑棋 黑棋好像是并了一个 白棋就活动 黑棋活回去 接下来这棋呢 黑棋很容易造成实控不足 因为这个脚杀还欠一手 已然不足 应该说 如果还是让我们刚才判断 你把这一尖 那这个脚 这两块差不多 现在刚才我们点这块棋20多 现在这块棋呢 就是不到20了 没那么多了 对 没那么多了 但是白棋 我们看这块棋 它肯定不止10目了 因为它又多了一个跳 你10目加一手棋 大家算 自己算有多少目 对吧 我们这个很难点清楚 然后这块棋呢 也是远远不止10目了 先数一下 就是10 50 17 80 20 21 23 24 5目吧 25目吧 这块棋25目 就是 不是 这块棋是15目 我刚才点的 对 加上这边是25目铁控 这肯定不止 大概30吧 两边 这两块还是底了 那你这块现在不到20 现在轮我下 这个脚是谁的 现在我们要画一个问号 对不对 这个脚我不说别的 我就一小尖 你这两头漏风 这能点几目 对不对 这个棋已经 依然是一个 不太好了 对对 要扛不住了 必须得努力了 后面 实战他走到这 对 李世识依然反击 这个时候啊 李世识就不跟你装了 他的这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开始的时候 先给你一种假象 我很弱 对吧 我是好惹的 对对对 你那个 你想怎么样 我全都给你 对吧 我们和平解决 我们受关 这都是假象 穿进来 对 你从你搬的这一刹那 我觉得李世识 他就已经生气了 他真的生气了 你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这叫穿 就完全愤怒了 应该说是 尝一口 这个就是说 黑棋如果拿不住 白棋这三个的话呀 叫真的是鸡飞蛋打 这棋就完了 这空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对 一个是这个地方你没目了 第一点 这个地方你没目了 第二点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一直说 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潜力 黑棋辛辛苦苦 下了很多手 经营了很多手的地方 你总得给人家算点潜力 对不对 但现在人家从这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金箍棒 像定海神针一样的 插进去 直接插到大闹天宫 有这种感觉 他这些穿进来之后 你这什么一点架势都没有了 你这根本就不是后事 对根本就不是后事 这就肯定是不行 刚才我们点幕本身 黑棋就已经是劣势了 对 你这又被迫了 中府又围不上 那就输飞了 是 所以他不须得 黑棋得发力了 进攻 先把它穿断 不过还怎么说 从这个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又能看出 这个小跳 真是下得好 你就使不上劲 下得很坚实的地方 对 白棋小心 黑棋贴 先把它切断 然后白棋跳的时候 因为这边 黑棋呢 被扳断了受不了 上面这块棋呢 果然它不是后事 对 被扳断了之后 这两块 就不是厚不厚的问题 可能就要必死一块的问题 是 对 所以他只有这样连 白棋扳一个 对 黑棋管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白棋下得很有意思 他先尝一下 先要你一下 我看你怎么补 因为你这个地方有挤断 挤完了 他断这个 对 然后你这个整块棋 被断在外面 你发现白棋外面的紫啊 已经很遥远的 把你圈在里面了 对 他这个看似破破烂烂的 就这里是 是最擅长的地方 就我们一直都觉得 就他 你觉得他其实 有点是那种逆袭的感觉 他不是就是很 堂堂正正的出拳 对 他也很薄的齐 去供你的后视 他总会有这种力量 这是让你很受不了的 关键他很薄的 几公里后视 他还总是能成功 他有理 对 你没办法 他很有理 这让人特别上火 对 他这一场实际上就是 怎么说 就要你一下 你如果贴这个的话 他看你怎么补 他这已经没补好 反正你这冲完了 这还有几段 对 还有几段 对 这未来还是有 你如果要是补在 这种地方的话 这上面还是 连的不是太干净 他比如说这边有先手 那他这边补起来好多 对 你如果真的很下这个的话 他就算了 他就回头再挖吃你 这个太惨了 对 我估计他就从这种地方 怎么 这个可能是先手吧 这个如果先手 他就粘上就行了 我觉得 他就已经要着了 对 对 他就会了 这就该怎么补 这个 实战 对 无关亚 体系再好 他也受不了 然后挖出来 这个无法补 不能再退了 已经退不了了 无辜可退了 他先挤了一下 对 先挤了一下 然后断掉 一起长 接着说他从这个地方打持 这就是李诗诗他算轻了 可以说他长这条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真的是力量大的选手 没错 就是实际上真的有力量的选手 他表面上看上去 会给你一种假象 对 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 就是同为力战型棋手 李诗诗跟古力也不一样 古力可能就更直接一点 风格完全不同 对 古力就是说 他你坐到他对面 他已经给你一种 这个压力 很强大的压力 对 他一种就是这个 巨型战士 就那种感觉 你随时要被他这个碾压 这种感觉 但李诗诗呢 他是另外一种感觉 你觉得他弱不禁风 人也是这样 你觉得他弱不禁风 或者他这个看上去 特别老实 但是你千万要注意 你不要给他机会 他只要抓到机会之后 他是最狠的 他比古力的棋还要狠 确实 你看他这个打里面 这不给你机会了 他打里面的话 黑棋已经一条道 要走到黑了 没有办法再回头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不能搬 你搬的话 他就一打吃 打吃了 沾上了 被黑棋跑不出来 他长先手 所以黑棋只能长 只能长 他再切 然后一断 断 打吃 他先等一下拍吃 他真正抓到机会的时候 他就下最狠了 他不仅仅是自己要跑 这个穿进来 他是要置孤 对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 他实际上要干嘛 冲 对 黑棋只能顶住 没有别的选择 不然不是人冲断了 这棋就没法下了 拐 然后尝一个 这个尝掉了 尝先手 这些跳 那时候黑棋刚好利用 这针子有力 粘回来 然后黑棋粘上 对 白棋把这个粘上 这个都是命令型的 黑棋没得选 命令型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杀器 对 但是白棋这 他可以做出一只眼来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做出一只眼来 就意味着黑棋没有眼的情况下 所有的攻器你都要熟 对 很想杀死他 虎鱼的他就接上 把这个眼牢牢地做住 然后黑棋虎这个 白棋就团住 对 这黑棋很郁闷的 你没有眼 对 这地方呢 他这个是先手 对 人家这个是先手 所以你这个眼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正好插一下 那就是这个攻器 黑棋自己收 是啊 换句话 这几口攻器 我们可以数一下 你团一下之后 这没有用 将来我挤 你沾上 一二三 三口攻器 这三口攻器太要命了 真的是 太要命了 这杀器绝对是不可能 你说三口攻器 你收了 除非你气特别长 对 才能做成一个长气 杀油眼的样子 但是现在黑棋的气 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挤一个 对 他这个已经 大概这招棋已经是 急了 这真的是 什么招都敢下了 已经是吧 这也急了 你普通话沾一个 长一气 但是他沾一个呢 这个 这个气还是不够 所以他要走这个 他要这样先手长一气 对 你如果粘在这的话 他这先手长一气 他在底下去收气 是 这样还是有点可以杀的地方 他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扑吧 他有这个扑是吗 我觉得有可能 对 它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扑一提掉 然后 这样的话 他打在这 然后扑进去 再扑一下 对 这个地方的收气呢 大致是这样 就是说黑棋 假如说收得最好的情况 就扑 提掉 然后再扑一下 这个是便宜一口气的 对 你基本上只能接上 因为你要做成一只一眼 对 然后他再收气 这是外气三口 加上这是五口气 黑棋这是一口 两口 三口 这也不够 也不行 也不行 这差 不是差 不是一点 刚才是不是考虑做结 在这 有可能 对 如果这样的话 有可能能撑结的样子 好歹有结 总比近死强多了 那我明白了 那还是别扑了 那他就直接走这个 是啊 直接走这个 可能好一点 或者说 他走这个 走了 管回去 管回去的话 白棋走到这 总之这个地方 他这个意思 就是非常简单 他要先手长一气 是 走成这样先手长一气 他要求先手长一气 但是被拒绝了 被拒绝 这个 关键是 这个计算太简单了 一共就这么几口气 大家就暑气就完了 这就没有悬念了 对 当时我看好像有评论说 黑棋这个时候 假如说小尖一个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 因为他要求要吃你 这两个拆二 他接下来有一步 点入的手法 但是我不太确定 这个点进去 是不是就已经 把这两个拆二吃掉了 因为他这小尖完了 打了管下去 他要跟这块起啥气 对 跟这块起啥气 是 因为这个气很长 这里 所以这个手法 是不是能成立 还尚待 可能还有一点点变数 这个气 但是以我的感觉 我也没有算得很细 我的感觉这个黑气 还是更危险一点 对 确实 黑气更凶险一点 嗯 他实战的下法呢 基本上是不行 那就是 对 接上 然后管下去 白气就长 接住 然后很机敏的 就把这个都补了 对 这个地方 他不让你从这个地方断了 他省得跟那块起啥气 看不清楚 他走了一长就连上了 这看得太清楚了 然后黑气最后就团打了一下 对 把这个拐回去 然后白气下了这个的时候 这黑气彻底尽死了 尽死 一点打结都没有 嗯 没希望打结了 已经是 对 嗯 这就已经下完了 对 这个我们刚才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就说这一排棋 黑气这一排棋子到底是什么 嗯 对吧 现在我们知道了 最后死了 被吃掉了 对对对 这是一坨死子原来是 对 这不是后世 是的 也不是古棋 最后它是一个阵亡的一个下场 对 而且是连着很长很长 对 全部连上了 一条巨龙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 就是直白的李世时 中盘战胜了吴光亚 二比一 进入决赛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要跟唐伟欣 争夺这个三星杯的决赛 对 好 那我们的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了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庭论道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情天下 奇了无久 各位奇友 咱们下周再会